接受TVBS大师讲堂专访 怀疑美籍科学家何大一赞扬台湾初期防疫 只是面对各国陆续解封可不能再停滞不前 何大一去年率领美国团队从重症病患体内 成功分离出高疗效抗COVID-19病毒的单株抗体之后 还把其中一株交给国内药厂终于接手研发药部 无奈因美国药厂竞争最终被迫放弃 改而投资另一间美国生机公司 和大一指出全球有2%的人口对疫苗起不了反应 所以这是有市场的 只是台厂对上美国差距仍有一大截 因此和大一呼吁政府要积极投资国内生计 他认为政府得要有当初建立半导体产业时的魄力与决心 虽然科学需要政治介入推进 但科学家仍期盼能切割清楚 政治归政治 科学归科学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